二年39歲的惠斯瓦早前零預警宣布結婚 還爆出已經拍拖兩年多 男友Kenny被起底是醫美醫生 總和朋友開設醫美中心 絕對是超級順盤 又落實明年2月16日擺酒 並廣邀參憑戚友見證她的人生大事 雖然還未正式結婚 不過她和未婚夫已經發展到同居階段 更升搬到港島豪宅洪山半島 一前她做完事後就立即開車回新屋 期間她突然停在超級市場門外 一枝箭跑入裏面掃火 走完一大輪後 向來省街的她買了一盒提紙 由於沒有自備購物袋 唯有給完錢後用手拿著 看來都幾狼狽 而她就好像要趕回家 開車後就立即洗到住所的屋苑 相信是要餵飽做醫生的未婚夫 實行水果做晚餐 其實惠斯瓦曾經透露 入行後收入不穩定 一直省得就省 試過三個月沒有收入 要向公司預知新水過活 幸好她好友大志即少成多 直至2017年以780萬 扣入啟德1個1房戶的單位 之後又搬到沙基灣 一個過千萬低層年平台特色戶 700呎單位 現在還覓得富貴青年才進 身邊好友都形容她手得魂開 堅持婚禮一定要大攪